1997年香港回归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结束将近153年的英国统治时期 主权移交中国共产党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落实一国两制 高度自治以及港人治港 中国当局大展包容与自由 但实际上一些曾经在中国 经历政治动荡的人 像是知名作家泥匡等等 从香港回归之后就开始计划移民 直到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 香港人感到悲观与恐惧 以至于1990至1994年 出现了开赋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潮 五年内总共大约有30万人移民外地 只是香港这个金融商贸物流高度发展 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匪徒 回归之后似乎吸引不少中国人 前来观光与定居 为了让中国与香港的亲属 可以团聚住在一起 中国公安部有关部门 至今都有发放给 有香港或澳门亲属的中国居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港澳通行证 因为这个需要注销中国身份 离开中国去定居 有去无回 所以也简称为单程证 配额为每日150人 中国当局审批赴香港单程证 原本亲民用意 但回归后至今超过百万中国居民 持单程证来港定居 越来越多新移民的涌入 却引发住房教育 以及医疗资源紧缺等等 严重的社会问题 综合媒体指出 单程证审批权不在香港 而是由中国公安负责 一直被指示中国冲淡港人的做法 就像北京当局鼓励很多 中国内部人移居西藏一样 议会阵线议员毛孟静 直询的时候表示 不反对真正的家庭团聚 不过单程证是贪污温床 还外传单程证 以200万元人民币一张贩卖 而1997年至今 有6300人以特殊情况为由 持单程证来港 毛孟静担心会出现 巧立明目批出单程证的情况 新民主同盟立法会议员 范国威也指出 特区政府有完整入境审批权 非常重要 建议削减单程证配额 由目前每日150人减半至75人 还要设立中港双重审批机制 并且加入财政能力审批 但提案最终是在 建制派的反对之下遭到否决 对于香港议员们的质疑 要求改变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打巡的时候表明 基于基本法第22条第四款规定 港府无意改变 单程证制度的现行运作 他重申 单程证受理审批签发等等程序 是中国当局职权范围 审批准则公开 客观也具透明度 没有问题 李家超强调 入境处如果发现有可疑的 单程证申请个案 一定会调查 而去年则是注销了 12张香港身份证 当中包括亲密 已经成为永久居民的人士 重申任何以不合法手段 或者是虚假资料 获得的身份证 当局都有权取消 至于有报导指出 中国内部贩售单程证的事件 相信内部执法部门会依法处理 另外民主党胡志伟 则是要求特区政府 参考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审批方法 向中央政府提出 共同审核单程证的申请 避免出现资源错配 或者是不足的情况 对此李家超表示 单程证与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是两个不同的政策 目的完全不同 单程证的目的是 家庭团聚 不能设有条件 让有钱的先来 无钱的后来 有学士的先来 无学士的后来 单程证不只是造成 港澳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也是中共试图渗透的手段吗 自由时报指出 香港战中九子案 下个月9号宣判 作为九子之一的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 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 判刑前的陈思忠惊报 每日150个单程证当中 大约有30至40个人 是有特别任务的共产党员 估计过去20多年 已经至少有21万 中共地下党员 渗透到香港 书中引述一名熟悉 香港保安政策 并且曾经参与其中的 权威人士资料指出 单程证制度最重要的一关 就是由广东省公安厅 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文件 审批权全在中国公安手上 港府无权干预 如果中国政府造假 将部分配额 配给来香港进行 特别任务的人士 的确是非常容易 这名权威人士接着透露 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以单程证配额来港的中国内部人士当中 每日大约有30到40个人 是有特别任务的共产党员 人数还会视香港的政治情况而定 比方说2003年50万人上街之后 渗透人数平稳上升 雨伞革命之后又大幅增长 可能达到每天40至50个数量 李永达在书中指出 这20多万中共地下党员 潜藏在大多数亲共机构 包括民间联 公联会 教联会 亲共商会 地区组织核心 甚至连各区家长教师会 业主立案法团 互助委员会 香港450个区议会选区 平均每个区有550名 中共地下党员 到选举期间 这些地下党员 就会发挥助选作用 至于为何要公开 中共渗透问题 李永达坦言与大专学生 退出学联事件不无关系 他至今仍然觉得 退联一事相当诡异 怀疑中共派人 扮作是学生积极分子 渗透学生会 看准占领失败的时机 马上邀请呐喊 鼓动学生退联 瓦解学生力量 李永达希望提醒年轻人 警惕中共渗透 单程证引发香港社会问题 中共政治渗透也被显露而出 明镜焦点徐伟林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如何所见的 你所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